目前遭外力撞击的创伤性脑损伤患者 仍然没有治疗药物 但是现在看见了新的曙光 国务院最近研究发现 传统用于降血脂的药物普罗布考 有助于改善脑损伤后的神经功能 降低脑损伤引发的认知障碍 记忆功能也渴望大幅度改善 由于这项研究是老药新用 临床推进的时辰也有望加快 台湾每年因为交通事故 或摔倒意外和暴力事件等 造成创伤性脑损伤的个案高达65万 其中中重度脑损伤患者也高达10万人 得承受神经损伤或认知障碍的长期后遗症 失智风险也比一般人高出4倍以上 目前仍然无药可依 但国务院研究团队最新发现 传统用来降血脂的药物 竟然有助于修复脑损伤 比较特别的点是我们是用老药新用的策略 所以它这个是老药 它有可能可以推进这个研究推进的比较快 可以也许比较快移动到临床 去讨论它未来可以使用的钱 国务院研究团队在实验中 把降血之药普罗布考给予脑损伤的小鼠 结果发现小鼠的脑原性神经营养因子 表现增加 新生的神经细胞 以及增殖中的神经前驱细胞都增加一倍 就连脑神经网络也收复重组 研究也显示普罗布考可让小鼠的脑坏死区域 减少33% 更降低脑损伤所引发的认知障碍 记忆功能也大幅改善 如果长期使用会不会影响到这些血脂的功能 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如果未来普罗布考治疗脑损伤 进入临床试验 找到适合的剂量跟疗程 有望一药多用 为脑损伤患者找到希望 这次陈琳甘尔地台北报道